您好,我是经理人AI主播何立为,感谢您收看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 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 台东市铁花村将在年底关闭,铁花村由台湾好基金会于2010年成立,目标是推广音乐展演活动并培育当地年轻人。 基金会表示,目前已完成了必要的工作,台东县长饶庆林则表示会提供必要的行政协助。 铁花村成立于2010年,透过音乐展演等活动,改变了台铁就占据的氛围,吸引了原住民和台湾流行音乐界的朋友们。 然而,铁花村的音乐活动受到干扰,且多年来难以达到损益平衡,这也是基金会做出关闭决定的原因之一。 第二则新闻 韩国电商库鹏在台湾启用第二座物流中心,预计创造1800个工作机会,并计划在2024年开设第三座物流中心,预计带来5000个就业机会。 库鹏创办人金范锡首次在台亮相,表示看好台湾市场,因为台湾拥有高教育水准的劳动人口和专职推动数位未来的不及单位。 库鹏在台湾的经营成绩逐渐见效,并计划透过推出先进仓储和智慧物流设备,与台湾的数位生态圈接轨。 库鹏在台湾的投资被视为台北科技产业合作的重要典范,并被看好替台湾业者提供跨境电商服务,强化台湾与美韩伙伴的经贸往来。 第三则新闻 作为一个主管,有时候开除员工是必要的,但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 不没顾问领导力资商事业部门的主管莱恩霍克建议,领导者不应该突然告诉员工他们被开除,而应该提前建立记录并与他们沟通。 主管应该成为人才的教练,得与平衡的反馈,并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表现状况。 如果必须开除某个员工,应该有具体的绩效相关记录,并提供改进步骤。 在开除会议上,你应该准备好脚本,直接且切中要点的传达消息。 不要说你理解他们的感受,也不要告诉他们这是最好的安排。 最后,不要尝试独自承担这个责任,找信任的伙伴参与。 开除一个人是一项重大的责任,但有时是必要的。 第四则新闻 全联在2021年初推出全联小时达电商平台,与Uber Eats、FoodPanda合作,提供生鲜电商配送服务。 目前已有超过660家实体门市导入,加上外送平台。 总共有1355家电点服务,涵盖全台近100%的外送区域。 小时达去年业绩达到45亿元,今年预计挑战60亿,消费者中有70%使用生鲜日配服务。 全联总经理蔡赌昌表示,他们做了三个策略调整,以维持近20%的成长。 首先是加速导入平台,预计年底Uber Eats、FoodPanda、小时达等三个平台的占比会达到90%。 其次是扩增品项,让消费者能一站够足,品项数已达8000项。 最后是将App收回来自己经营,并推出好好吃平台,提供食谱和食材一站够足的服务。 感谢您收听。 也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我们会将每日AI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 再次感谢您,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